如果万一再来一个资卡病毒 那不是更惨 本席认为 行政院若不再重视蚊子的问题 会有更多的民众的受害 国外的关系不敢来台 大大的损伤国家的形象 日前 就是在这个礼拜一 行政院接受本席的建议 当然可是在新闻稿里面 谈到的都是回应赖清的 其实不是 其实我们现在去年 就已经提出这样子的证件 同意在南部要设置一个 国家级的一个文媒的传染病中心 本席是感到欣慰 但是也有一丝的遗憾 因为唯德不足的是 行政院他其实并没有用宏观的视野 来正视这个热带性疾病 带来的威胁 首先行政院犯了第一个的错误 是没有找对病因 其实这个疾病 从并没稳的角度 要去做防治是没错 但是其实应该是更全观 宏观性的来看这个问题 从角度来看 我们认为说 这个中心应该是要设在高雄 而不是设在台南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我们做的一个分析 在图上面下面的两条曲线 一个绿色的曲线 跟一个粉红色的点点的曲线 这个就是从2015年1月到12月 高雄跟台南布市并没文指数 这个是环保署的资料 你可以看到说 其实高雄从1月开始 布市并没文指数就都比较高 即使在2014年 高雄有登革热的疫情 一直在喷药 但是2015年一开始 冬天就已经这么高 一直高 长年的高 所以如果要做一个 并没文传兵中 各外国人都没有提高 说 hype 有什么问题 不停有什么问题 如果有什么问题 发生意义 也会认为 我们的政练 属于 在内容 现在 我们的政练 属于 有什么问题 我们的政练 主策 以前 相当 说 我们的政练 正在 好,謝謝陳委員 現在請樓委員致政 請樓委員